你好 来 署长 上次那个到台式荣物厂那边 我跟那个我们活交委 我也去过两次 那环保团体认为我们环保署是在让我们台 都没有让台式荣物厂来停工 是在帮那个台式的那个污染在背书 署长会不会这样 那我们一直都没有开放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质疑 那我请问那个署长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那个行为 是 我想我们很主动的把他发现 他的那么大的问题 而且追到他以前去 那对他们过去的一些不当的行为 也很清楚的让透明化的公诸于大众 所以也很清楚的说我们要如何去处罚 而处罚的额度的范围 以及将来会决定的那个方法 跟为什么要到那个时候决定原因 都跟大家交代的非常清楚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是绝对是非常 能够依法来严处的 那你们有没有议计说什么时候要开放 有没有议计什么时候开始 执行这个那个工作 那时候上次的我们何兆伟所主办的这个会议里面 也说了 我们估计要到明年的年初左右 那个这个整次的这个计划才能够核定 一旦整次计划一核定了之后 我们就照他该做的事情过去没做的部分 因为根据的计划才能够算定 他应该要罚多少钱 而且把这段时间拖延的利息一起要算进去 那我们整次的时间有 我们整次的时间有确定吗 整次计划提出来的时间是有一个大致上的时间 有一个我们有给他一个确定的时间 但是实现提出来还要经过一个审查 因为可能审出来 其实专家认为他做的不是很适当 经过审查审定之后 一旦确定 那我们就要罚多少钱就可以算定了 那然后把这段时间这个利息也算进来 所以并不会让他占到任何的便宜 因为这个这个案子 那个才是人物厂 那我们招委联系排了两次 在我们委员会也排了一次 所以在大家 我希望说署长对这个 人物厂这个案子要 尽速的要把它 漏实的把它处理给民众一个观感 更好一点好不好 我们会尽力去做 那反保团体在认为说我们反品太快 国光石化民间股东认为说反品太慢 那市长你认为这样是怎么样一回事 我想所谓的快慢 因为反品就是把事情搞清楚 同时把各种可能的替代方案 尽我们的所能 大家能够透过专家的意见 跟民众关心的问题 都得到一个最妥视的答案 所以他事实上在进入二级环平之后 他要补充调查的东西 需要的时间就那么多 而他在这个二级多送进来之后 我们也很快的就召集会议 会议说因为大家的意见很多 有三百多项的意见 那么他也要时间去把它适当的处理 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出一个方法 一个替代的案 正在现在的案做一些调整之后 让环保团体 或者是外面当地的民众 所关心的问题 得到一个双赢的解决 那环保团体 为什么批评国光石化 环保团体在质疑国光石化 在二阶环平的评估报告 那有三百 就刚刚所长讲了 三百多项的调查不足 那过于草率 那这一部分的那个个别意见 那我们还有是有多数的 那个环品委员认为是这样 那请问署长 在这个 那现在还在环品的过程 那这些环品的这个部分 那三百多项 我们到底有没有跟国光石化 这个业者有没有跟他们说明清楚 是这样子 三百多项业主都在场 而且我们也整理 他们也整理资料 把它汇整之后 事实上很多提的意见 是重复重叠的 整个会起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所关心的三 这个是有四个主要的问题了 我们会开专家会议 包括一个水资源 一个白海豚 一个海岸的飘沙 那么这些问题呢 我们已经邀请他们环保团体 当地的民众以及开发单位呢 还有我们自己推专家 各自针对他们这三个问题啊 还有一个健康风险 四个问题啊 去能够来得出一个专家的共识啊 透过那共识呢 希望能得到一个解答 所以并不是说那么三百多项 因为很多问题提出来 其实开发单位 他提出一个答案之后啊 应该双方就很可以接受 他的一个答案的啊 那这三个 四个大问题啊 是比较争议性高的啊 需要透过专家会议来 各方信任的专家呢 由他们独立的去 再去把它审定它的结果 因为环保团体一直在质疑 国光石化 为制造那个二氧化碳 但是他们没有提到说 国光石化是为了因应中有 高雄的那个提炼厂 后近那个一百零四年 要迁移这个工作 所以在二氧化碳 这个排放的总量可能不会 有也有可能会不会增加 有可能说会增加 所以现在新的技术 我相信应该是比较 应该在目前的那个技术 应该可以比较符合 科技的那个需求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也希望说 署长在这个那个 专业的领域里面啊 那环保团体在这个 应该是环保围园的这个 各个领域不同的地方啊 你把它归列出来 让他们有一个 那个正确的那个方向 让这些那个业者 可以可以来准备 好不好 是 是的 我想二氧化碳 我想前两天的环保团体 也开了会议嘛 我们昨天也发了一个新闻稿 来说明了 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 因应之道 那么在环保团体 担心的是说 我们既然定了国家目标 将来要减少二氧化碳 甚至要回归到 2000年的一半 或者2000年的水准的时候 为什么你还让新的 继续去增加 而且增加那么大量啊 其实我们呢 有做一个规划性的 一个评估啊 我们有说 我们最近跟那个联合国 也说我们要把2020年呢 比BAU啊 就是说排放极限 如果你完全不管它 它会成长到一个量 那个至少减少45% 那这个意思说 其实我们就要估计 这段时间还有一些重大开发 或其他经济成长 造成的排放 但是又要回去的时候呢 到那时候 整个要减少45% 所以呢 我们的一个逻辑是 不管你新的物养员 旧的物养员都要减 不是说这段时间 因为要减就任何经济 这个成长就不要了 或者任何新的建设 就不要了 因为任何建设 它一定会增加 那就是说 那怎么做呢 那就新的旧的 大家一起要往下减 而且减一个程度 让我们整个也下降 但是呢 我们的经济也继续能成长 这是一个双赢的方式 所以朝这方面去走 走的话 我们对新的 现在不管是国光石化 或者是这个六七五级的话 它排的二氧化碳 它比如说 原来排1000吨 我们可以要求它 将来还品之后 它必须减到500吨 就减少起码45 那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说 我们还可以 一方面兼顾 我们的经济成长 一方面兼顾国际上 或者温室地球暖化 需要的二氧化碳的减量 我相信这个是 那个环保署跟企业 相互相成的 一个必要的过程 那也要协助企业 企业也要来配合 我们繁保的整个那个工作 所以本期 真的希望说 我们繁保署 在这个过程的话 希望依法行政 让赞成了或反对的 都能够公开这个透明 可以吗 是 我们是朝向这个方向 像我们的专家会 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 让他们推荐 他们信任的专家一起来 就公开的资讯 来去做讨论 跟那个 找出这个共识的答案 那还有署长 是 那我们总共台湾有那个 台湾有213处的 那个气质 那个厂纸 有6的是 重金属的超标 那我们要怎么去公告 这个控制厂纸 我想 你超过我们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 控制厂纸的那个标准的话 他就是要公告为控制厂纸 如果超过 整治那个厂纸的这个 这个标准的话 他就要去整治了 是 那这个6个 那个控制的厂纸 这个有没有全部把那个 都把它清理 那个处理好了 我们 已经公告了吧 有公告 有没有把它处理好 那就是公告之后 就要进入这个详细的调查 经过调查 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做 整治的规划 有没有流入那个 像这些那个 那个污染 有没有流入农地啊 农产品这个部分的 这个一旦发现 它污染藏纸的时候 就要做紧急应变 就要确保它 不要往外再扩散出去 那我们检验过 有这样的那个 是 我再请我们的那个 蔡子明做更细的说明是 是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6个厂纸 这个荣誉木调查 都已经调查完毕 然后大概 呃 雨木的部分 目前是 呃 都没有超 都都没有 都调查出来 那个附近都没有 包括厂纸的附近都没有 那剩下农地的部分 大概最后一块 就是在屏东那一块 那个 它是一个果园的部分 那已经完成清楚 所以现在6个地方 只要是上面有荣誉木 就全部都都铲除销毁了 那果烟那一块那个清除 有没有污染到果烟 那个有没有 那个成熟的 有没有污染到市面来 没有 污染有没有 那个流到市面来 因为它是那个芒果 芒果还没上市之前 我们就把它铲除掉 就铲除了 好 那是最比较幸运的 所以像这个的话 我们要随时掌控好 好不好 那还有这个6次 就在我们彰化 彰化那个6 就占了4个 罗长 这是非常严肃的 过去突然污染 彰化一项是比较多的 那有一个是在那个 深港的西冰快速道路 那个 那个炉渣 那炉渣到底是可以用 还是不可以用 这样怎么会把它肥田到那个道路上面 我请蔡芷明再说明一下 是的 那个是在西边163K的那部分 那当然它是有炉渣 因为它是原来是当它的道路的几配料 然后有些东西 它是有出来到外面的一个农地 那农地的部分 我们到后来是在 在厂子那边有调查出来 但是 其他周围 那你有调查出来 那现在目前怎么处理 它大概是 它是在一般的一个产业道路 它是在产业道路 不是在163K的那个地方 是在产业道路里头有调查出来 重金属实际上是有污染 那那一块后续会把它公告为 这个管制的厂子 控制的厂子 然后再加上 那现在目前那个 那个道路的周围是种植什么样的 那个农作物 那边大概有种高丽菜 花菜 那旁边 但是那几块地 我们都验过了 土壤没有问题 那另外我们也请了地方的农村单位 去那边抽查农产品 农产品的部分验出来也没问题 就影响到产业道路 没有影响到桌边的那个稻田 对没有 那这样的 这个废气物在那个走的时候 那好像也蛮配合的 怎么有那么巧的 是在刚好是在那个 产业道路也是在那个道路的 163K的那个旁边 是不是 好 谢谢 那也希望说 在这个部分我也希望说 署长多关心一下 是 是了 谢谢